各位 現在是9點鐘左右 上午很早來到這個景點 古龍俠 老爺 這裡等什麼的? 等車 什麼車? 電車 電車 電車就是這樣的 80元 進了車之後 還要上樓梯的 慢慢上 往前走 這樣也不是全部樓梯的 有些平路走走 走上電路 有些平衡 穿衣服 挺有趣 現場看 挺有趣 中途有個停可以休息一下 走得殘了 唉 老了 怎麼說 全程是給2個半至3小時 慢慢走 中途看看景點 所以也不怕 但是就說70歲以上 去到那個窄口就要申報 不是 你70歲就要簽張生死訟 是 是 免責聲明 是 是 警區就勸喻你不要上去 不過如果你是堅持上去 就讓你上去 不過就不負責了 你70歲以上呢 你喜歡走就走 不過呢 有些什麼事呢 就不關人家的事了 很棒 來到這裡 新景點 師傅 有個復步 走出來這裡 就看到一個復步 走到這裡 真是另有天理 一定要再向上走 好 比較近距離 上去來吧 氣勢方法 怎麼可以不來呢 玻璃橋呢 我們先拉近看看 很多人在走 有些勇敢戰士 不可以啊 來自拍拳 雖然是玻璃橋 在這裏走過去 如果有朋友來到這裏 就說我不想上去看玻璃橋 我想走了 都有退路 沿著這條路直走 有條分岔路 一邊就是上山看玻璃橋 另一邊就是下山 因為上山看玻璃橋 都要整個小時 才可以看完 我們現在一邊走去 古龍塔的玻璃橋 這個景點 就叫古龍塔 上面有一條玻璃橋 這裏石級 真的很怕人走 剛才我們 就在這裏 樓梯人一邊走 走一邊走 停一邊走 還要走 上去那裏 就到玻璃橋頭了 還要走 差不多到了 還要拿鞋套 大石頭 是這樣的 終於來到這個玻璃橋了 好可怕的 這個地下 還蠻害怕的 这时候我有点害怕 不是怕它高 而是我感觉到桥是这样摇 虽然很轻微地摇 但你的脚踏着它 不踏实地觉得 是有点怯的 所以我一直想走快点 走过桥 走到古龙了 这边有个音响特效 就是爆玻璃 喇叭 这边有特别效果 好像爆裂 我一脚解下去 距离 这个玻璃前 调底 response 停下 滑於煲 两根做漫 你看看我的臭臉,還在假裝鎮定 世界的玻璃橋 世界什麼玻璃橋 這個是玻璃橋 已經開始羽毛龍節 我們現在是玻璃橋上面 現在是玻璃橋 其實已經害怕連老爺都不理 快點走 沒辦法,還有一段路 唯有靜靜點 就知道終點了 還有驚險之旅下一集 是玻璃棧道和玄空玻璃平台 好,我就完成了葬改了 由橋那邊走過來 老爺 老爺慢慢走過來 走到這裏 下一個景點就是這個 星星加玻璃橋 好,千山萬苦 上到來 玻璃斬道 斬道意思是黏在山壁 好,這塊玻璃都已經黏在了 好,這塊玻璃也已經黏在了 死了 死了 怎麼呀? 撞不到呀? 中西餘的長野 金山風玻璃 還要走這条樓梯? 要走這條樓梯嗎? 要走這條哪個位置? 才可以走过来这里 在看影片 视频 走过来 看下距离 害怕吗 来到这个 地鸭匹部 一条 这个就是原型的玻璃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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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走下去了 玻璃桥的风景也很漂亮 这个就是原型的玻璃桥 一路都不是太远 十几二十分钟 但是不断下楼梯 有些楼梯还是比较直一点 所以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十二点九 下回到原地 入口 三个人钟左右 九点钟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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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口